我們這個是專案工作人員 他95年進到成大圖書館服務 那已經18年了 那基本上學校先向所有的使者跟商者 表達學校在道德上的慰問之意 因為他畢竟是學校的 我們學校的員工 我們這一個專案工作人員 那他是陳述他店前發作 那他確實是有店前的病史 也有在服藥 那他可能在一當下店前發作 而導致這樣子的一個意外 所以學校像也會派員去慰問 所有的使者跟商者 店前他是在 如果從目前的現場的跡象來看 因為在圖書館前的腳踏車有被他撞倒的情形 所以我們只能說研判有可能是他從廚書館的坡道上來之後右轉 那右轉的時候他可能就已經發作 而導致他方向就有一些偏離 那爵錢發作的時候其實整個會呈現降值的狀態 所以右腳在踩油門呈現降值的時候 確實有可能他就是 就是 事好沒有減速就直接往前衝了 同時在說他在上個學期末也曾經在那個門口 發生車禍也是這個護士班的員工 你有這個紀錄嗎 我們 我已經請助理對調當時的校安同胞的紀錄 沒有這個紀錄 在當天是另外 確實有車禍是另外一件 跟這一個職員沒有關係 最後一集有一次 把個語言都可以做成挑戰 你阿姨 和我們介紹一下 還是同際關閉的跟這個靈敵 一回到就算是攝影師 所以我們在說什麼 為了一個問題 財力也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應該要看